TTG转会期赚麻了 盗仔价格飙升到400万 AG辅助为人选确定 格迷你说出大实话 无谓转辅助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转会这种东西呢 比有很多选手都转过 一切的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烦死了 原来张大仙最该感谢的是老林 伴随着KPL春季赛转会期快结束 越来越多的瓜主爆出新瓜 比如小白熊的竞争并不激烈 价格在200万出头 盗仔反而是飙升到400万 除了一些明星选手 他这价格相当高了 流浪也才挂了300万 并且还不知道能不能卖掉 TTG这次真的是赚麻了 盗仔小筒加九尾 转会期最少也要赚得上千万 然后就是格迷你说出大实话 无谓转辅助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有可能这对于他就是最好的安排 毕竟训练赛成绩跟效果 大家都不清楚 只能说格迷你比老林情商还是高一点 这样说节奏就没那么大 我怎么看 但有一所以咱们都局外人 首先一 你也不知道 对吧 他们训练的怎么样 二呢 我不知道 到底训练的好不好 一切都是看他们自己 转位置这种东西 也有很多选手都转过 对吧 我也喊过 有的人也转过 很正常 看一切的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然后就是AG辅助为人选确定 新教练是奶茶 这结果已经很好了 HERO跟LGD的变动比较大 XYG跟WB岁月静好 Estar的变化则不会太大 AG的变化就是奶茶 奶茶是不会主教练 对吧 因为他们教练练不变的 基本上就奶茶和阿宝两个人护着轮着来嘛 AG的话就变了个辅助嘛 是吧 变成大帅嘛 开始休息 说实话 HERO这个还挺多 挺多变动的 然后老干爹也挺多的 老干爹因为都挂牌了嘛 除开小洛以外 那基本上就要变四个位置 XYG XYG岁月静好 微博 岁月静好 微博和XYG岁月静好 Estar应该有一定的变化 Estar有一定变化 你不要看Estar现在是 岁月静好 他变化应该还没出 最后就是 张大仙是应该感谢老林 XYG是 唯一一支K甲队伍 却可以让冠军之师狼队陪练 台面可谓是拉满了 所以第一届的XYG成绩非常好 反而是适应了 KPL成绩一直提不上去 我看得上XYG嘛 那肯定看得上 OK吧 很厉害 XYG很厉害 因为XYG是我们 是我看着长大的队伍 我只能这么说 看着长大的队伍 那些选手们从他们没进KPL 就整天跟我们打训练赛 你说他们的待遇好不好 只有XYG能跟冠军队打训练赛 懂了吧 他们能就是我们冠军队 可以给他们当陪练 我跟XYG关系当然是很好 反正我倒是 因为这些小老弟们 他们上来打的第一场比赛 XYG上来打的第一场比赛 我就通过语音 给他们所有人在现场 来了一波 开了一波会 我说这个你们到KPL了 对吧 首先是适应这个KPL的节奏 然后心态上放开打 反正当时BB了很久 BB了很多 他们打的第一场比赛 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 人都是有感情的 总的来说 这次转会期很精彩 虽然热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人员变动非常大 A.G就看大帅能不能撑起来 XYG能不能抓住翻身的机会 毕竟其他队伍变化有点大 最后大家觉得无谓转辅助是好事吗 对 没问题 对吧 感谢观看